五十四 我们的人必须要在各个善意方面锻炼自己 无论是智慧方面还是身体方面 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必须进行锻炼 在锻炼过程中 面对艰难困苦要迎难而尽 不能缩手不前 只有这样才能丰富自己的聪明才智 强健自己的体魄 做好自己的工作 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就像金矿 必须经过在炉子里面也炼 才能成为金子一样 炼好了才能是纯金 如果有一坨金矿 不把它放进炉子炼 就不可能得到金子 假使 任随它存在荒野 在山谷夹缝 万货悬崖之间 它与山岩片石 荒芜野草就没有任何区别 同于一体 乌而无用 简单地说 没有人去锻炼它 无非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石头而已 所以 我们作为一个人 必须要采取各种有益的方法来锻炼自己 炼出自己的知识和本领 创造成功的事业 并珍惜由此而得来的幸福 如果随随随便便就能得来福报 我们就不需要锻炼自己了 也就不需要去争取奋斗了 正因为只有经过磨炼才能赢得幸福 所以 我们要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珍惜幸福 才有用之不尽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